我給自己4.5 我覺得我的運應該 跟便大哥也滿像的 就是去做自己 不是很擅長的事情 因為像今年我給自己 也是逼近滿分的原因 就是因為 當然除了加入 家族喜事的劇作 其實因為我也很久沒有演戲 所以我覺得 又重新回去演戲 然後重拾演員這個身分 對我來講是一個很開心 當然有遇到很多挑戰 但是花了很多時間去準備 然後想要把這個事情 重新的上手熟悉 然後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今年其實我也多了一個 算是一個小小的新的身分 就是我開始做自己的 YouTube的頻道 我的頻道是 其實重機為主題 不只是你要會騎 然後你要去訪問很多 各式各樣不同的機車重機 然後很多東西是以前 我完全就覺得 沒有概念什麼氣缸 然後引擎 然後什麼卡鉗 避震 懸吊 就是都是一些很聲音的東西 然後我要去採訪的時候 一大堆不同的重機停在那邊 我要很快地分辨出來 它是什麼東西 然後講出東西 所以我事前要看超多資料 然後到現場去採訪 你可能不小心講錯一個什麼東西 然後酸民就會 會罵你 酸你說 你根本就不懂 在那邊裝動什麼 就覺得滿吃力不討好的 然後因為重機也是 風吹日曬雨淋 然後工作的時間 其實是滿辛苦的 然後你大熱天可能需要穿著重裝 然後整個過程 然後YT一開始剛做的時候 你還沒有什麼知名度 點閱率可能也沒那麼好 然後花了很多的時間 很多的金錢就 就是這工作好難 有點吃力不討好 但是慢慢慢慢開始 我現在頻道做到現在可能 大概半年 七個月左右的時間 我發現開始 現在的 大家開始一開始罵我 大家現在開始會說 竹竹 你真的講得很好 或者是說你真的會懂 然後就是一些 比如說在這個重機界的前輩 也會開始來邀約 你說你要不要來跟我 FIT或是什麼 或者是我去外面 遇到一些真的有在騎車 車友都會給我肯定說 我有看你的頻道 然後我就開始覺得 好像有受到一點肯定 然後也開始會有 真的是相關的廠商來找 我說可以幫我們業配什麼東西 然後我就開始覺得很感動 因為就是一開始這個東西 對我來講 可能是完全沒有接觸過 現在有成績 就是回收進來 然後我也多了一個小小這樣的事 讓我有新的成就感